臺灣泡泡走 了解臺灣的文明和文化 李尚佬 大家好 我是余夫 來 現在來看這個史前博物館 其實是這樣 以前時隆打敗電視王朝的時候 時隆就在現初時台南的媽祖廟 留了一張酒筆 這酒筆就說了 史上說的 說得很清楚 他說以前台灣是沒人管的地方 就是他告訴你說 臺灣足夠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是史上說的 那不是我講的 所以你們中國人要問 我看你去問 史上 但是還有一個證明就是 臺灣的書情報告 就是臺灣書書情進行 其實這當時在二零控訴年六成的 差不多是二十四公頃 他這是說我們臺灣開始有歷史進行 其實就有很多關注民 在這裡在外公道 人在外公就對了 包括因為這是真的是不是在新華的地方 聽說那時候當時是要歐工進去 結果歐歐的發言說 哎唷 安鳥裡面整個都是那種古文 所以他們都停下來 停工 現在不然要將就這麼說歐出來的東西 給他去做一個報告官 來給他收藏 開始啦 我去看看 才知道說 安鳥有的 原來都沒有 不是 不是漢人來才有臺灣 搞清楚人家帶就有人了 所以臺灣出國以來 不是中國一部分 蘭科考古館 現在要來的叫做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蘭科考古館 這間的設計非常Fashion 像的表明就知道是歐洲 有人說玄武岩 這個昭龍的設計 有一點點請就在穿越時光 這是金庫關屋的建築模型 阿嬤上次跟你說 它的設計概念 連電梯都真有那種科技感 這是投影在地板的各種動物骨頭 阿嬤上次跟古早時代的動物骨頭 阿嬤上次跟古早時代的動物骨頭 南科園區開發到現在差不多有20年了 南科園區說歐洲的蘇青門部都拿來這裡放 南科園區開發到現在差不多有20年了 超貴賓金庫 這裡叫做人麵皮 南科園區的蘇青門 奔蒙 這個叫做鹿角刀柄 這個叫做得非常優柔的模型 讓你能看到每一個史前文化 他們不一樣的生活環境 這個桃湖是在蒸東西 不夠社會的夭折的小孩在看 看來這裡的伴侶可見人愛水是天性 這個也是人面桃椒 焦慶器 近代漢人文化 這樣意思是說在漢人來進行就有人住了 意思是說 自國以來台灣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一個叫做陶環 玉環 這種特殼廚都是離開地面 這不是模型喔 這叫做三碟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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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九碟杖 三碟杖 這裡是五碟杖 一碟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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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上 這是一碟杖 這碟杖 一碟杖 這是學出來的事物的經濟 很古早的人的臉原來像是這個形 到出口的地方有很多政學技術 OK 那麼在日本有一個地方叫做青森 你的青森蘋果你應該都知道 青森這裡有一個管理的美術館非常有名特別 要介紹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的藝術家出了很多 譬如說奈良美智 想看著奈良美智應該很多人都知道 奈良美智有一個很貧的 這磷了多少生的一隻膏叫青森淺 這八點五公秋 八點五公秋人在這裡 但是這是一隻膏 你看這麼小生 對這隻膏 這隻膏尤其是搞了六小細尊 整隻都落到全部都是小 他這是用玻璃纖維下去做的 那麼青森這個 我記得他是一個真有名的建築書 又是青木淺 他所做的 那麼這個青森美術館 他只是以這隻青森前來出名 但是呢 所有電腦出來的東西都非常精彩 我去的時候 因為呢 跟我們台灣主委 有一個很重要的這個 普普館的這個館長 曾經去過 那麼去那裡參觀的時候 特別有一個碗 還有電出 比較動態的這種電腦就對了 其實實在是真好的一個普普館 我們走回來看看 現在要來看看 日本山內完山遺址 這是青森縣裡面 一個大型的生文時代遺址 這已經有五千年的歷史了 這遺址以前 曾經人口最多的時候 有五百幾個人 哦 這裡來這裡 謝謝廁所差不多 住了四到五個人 現在我們要走進去 叫做大型樹屑建築 有個頭 對不對 這裡差不多有 兩百五十米 是目前最大 哇 出土遺跡 這裡可能是居民聚集的地方 可能是居民聚集的地方 可能 這裡可能是居民聚集的地方 可能 有可能 這裡可能是在儲藏食物 樹木 那這個樹木 叫做栗木樹 哦 這是栗木樹 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個栗木樹 為什麼會這樣子黑黑的呢 是不是當時候神文是那個 會燒的 有好的關係 是因為 他會想 表明它會燒過 這樣 成一張防蟲 這是五千年前的 五千年前 去一個東西 這人家大廚 到底是要做什麼呢 這是重建的 十五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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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米 我摸出來的 他就是在那個 像巨棧那裡 那這個外面 這也是 特別 用出來外面 讓大家可以 了解說 原來 大概是什麼 我摸出來的 這是重建的 另外 走進這個小水彈裡面 就是原來的魚節 這是什麼 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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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重建的 另外 就是原來的魚節 這是炒的 直徑兩公尺 它的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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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徑兩公尺 寬 這是立木的氣根 還沒有存在 不過這個氣根 是放的 很少地放在 泡沫館裡面 所以說 原來的魚節 要移好起來 也很麻煩 1990年 開始 歐洲的魚節 1990年 決定保存下來 2000年 正六時 國家特別 歷史魚節 很多中央 的文物 都放在這些建築裡面 看到裡面的空間沒地 是因為我們台灣的史田博物館 也不會輸浪呢 這現在在收穫就可以了 現在收穫就可以了 現在收穫就可以了 這五千人以前 在中國 那時候還在收台 這還可以給你摸嗎 那一塊 再來一塊 喔喔喔喔喔喔 割了 做好的 那一塊 這一個沒空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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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它泡沫館裡面比較低 那它 它的 鍋子裡面也會 摸沫館 哈哈哈哈 這個液體 對 這個 這個泡沫館看完 其實還有一個美食館 愛飲 青森美術館 就在山內完山遺跡的隔壁 是在2006年 七月十三開墓 由建築大叔青木村設計 當時的設計意義 就是盡量可以對面的山內完山遺跡來對位 這次是用A A 在叫Aomori 頭上的A 用A來做野肉圍 這位人要禮拜參觀囉 目前天鎚洞芳之公宅 在大廈 有 很近的 都在聊美事 很便宜 因為在美事 在西西海人 這在台灣每日都折青森錢 很大 Dire nonprofit 這裡有八點 有八點五公尺高 它是在戶外的,上面是天空,如果下雪,它整個就會都是一層雪 這個區域就是我們每次都很聰明的電視 這都是爛糧,每次都很聰明 這是南陽美智的長社區 就是它也要接著換它裡面的東西就對了 這是專門做設計的 所以它現在慢慢的放一點音樂,讓你來想像這種舞台劇的感覺 這就是自體,叫做親身體 這就是我會自身體 這就是我會自身體